另外可以留意一下燃氣類股份 因為燃氣也是一個潔症能源 如果要選擇可以留意一下中國燃氣384 當然股價是完全落後緊銅碟 自然是有一定問題 之前在高位配原股後 亦發生了燃氣事故問題 所以價格真的跌得比較殘 但早前亦公佈了去年方面全業績 其實都增長到14%左右 再加上現階段 它的省市 其實已經服務30個省市 服務人口超過1.5億 其實我覺得持續的發展 我覺得在中國燃氣身上是可以見得到的 但當然難免在我這段期間 其實比較多的負面情緒出現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可以適宜小住部署 看看接下來的勢頭可否再次突破50天 阻力線 如果你想吸引今年的低位 就有24.5元附近的位置 我覺得可以考慮 上網其實暫時可以先看著28元附近的水平 如果中線多一點 我覺得有機會挑戰30元 但如果紫洩位置也重要的 尤其是燃氣方面 如果再有相關事故發生的話 其實都不排除再有轉弱的情況 如果穿回7月份的低位 22.7元附近應該要做紫洩的部署